MING PAO TORON 隨著USB-C的接口越來越普及 基本上人人都會有一條USB-C線 但日日都用它來充電的你 又懂不懂得選擇呢? 我手上這兩條USB-C線 看起來好像差不多樣 但其實左邊這一條 就是在普通的街店買 只是$50 而右邊一條 就是Belkin的Funderbolt 4線 就賣$300左右 價錢之所以相差這麼遠 除了是因為線材的造工和牌子不同 兩條線的規格亦都不一樣 不是說貴就一定好些 但買不對的話 充電和過DATA 分分鐘都會慢成一倍 今集就會同大家講解一下 充電線包裝盒上面 一些你經常都會看到 但又未必看得懂的規格 讓你可以買條正用的線 在開始之前 先多謝支持我們的朋友 接下來我們都會繼續製作 不同類型的評測影片 如果不想錯過的話 就快點訂閱Price的Youtube Channel 直接按旁邊的鐘 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 一條線是由兩條以上的線心組成 負責過DATA和負責充電的線心 就可以理解為兩個不同的部門 而它們之間亦都沒有絕對關係 即是說一條充電很快的線 都可以過資料很慢 甚至乎是過不到資料 所以在買線的時候 就要根據自己的需要 看清楚條線的充電和傳輸的規格 如果你只要求充電快的話 就可以集中看條線的輸出Watt數 近幾年經常都聽到的USB PD 3.0 雖然最高支援100W輸出 可以幫MacBook或者大部份的Laptop充電 但如果想用60W以上去充電一些高功耗的電腦 好似是16吋的MacBook Pro 又或者是我手上這部ROG Flow X16的話 就記得要選一些寫到明支援100W 或者有E-Marker的5A線 因為一般的3A線 或者沒有E-Marker晶片的線 在充電的時候 電流都會因為安全問題 而被限制在3A 所以就算去到最高的20V電壓 最多都只會出到60W電 只得支援最大電流的5A線 才可以真正去到20V乘5A 即是100W的最大輸出 另外亦都要看自己手上的裝置 支援哪一種快叉制式 因為USB PD 就一定要用C to C或者Lightning的充電線 而USB A to Micro USB USB C或者Lightning線 就只支援QC等等的快叉規格 如果你想買一條過資料夠快的充電線 就要看它的傳輸規格 很多人可能都會誤會 Type C就一定快 但其實一條C to C的線 都可以只支援USB 2.0 即是480Mbps 而目前市面上大部份的線 都是跟USB或者Thundable的規格 USB最高的規格就是USB 4 傳輸速度可以去到40Gbps 而且兼用Thundable 而新的USB標準 就已經沒有再用Type A和Micro USB作為介面 所以如果大家是追求傳輸速度的話 就只有C to C的線可以選擇 至於Thundable的最高規格就是Thundable 4 雖然速度和上代差不多 但Thundable 4部分的要求就會再苛刻些 譬如是PCIE頻寬 最低就要有32Gbps 譬如你的外置SSD 是Corsair MP600 Pro LPX 再加Wavelink的M.2 SSD Enclosure 就要配一條Thundable的線 才可以發揮到它最大的效力 如果你買錯了一條USB 3.2規格的線 讀寫速度就會分別跌成27%和30% 就浪費了一隻這麼好的SSD 另外亦都要留意不同線材的兼容性 因為Thundable的線可以當成USB 3.2的線去用 但反過來就不可以了 除了傳輸的速度有機會下降 亦都有可能會連接不到 最後講下薄屏幕的問題 之前都講過 如果你的手機、平板或電腦 是有Thundable Port 或支援Display Port HDMI Alternate Mode 就可以透過USB-C去輸出畫面 但要出到畫面 條線除了要是USB C to C 還起碼要行USB 3.1或Thunderbolt 不過USB就不像Thunderbolt 並沒有硬性規定條線要支援4K或5K的畫面 所以大家在賣USB C線之前 最好都要看清楚盒上面的標示 有沒有寫明是支援4K 避免畫質未如理想 甚至是出不到畫面 總括來說 通常Type C線充到電 就不代表傳輸速度快 或是駁到畫面 大家就記得要看清楚包裝 當然 如果不想煩的話 亦都可以考慮 USB 4或Thunderbolt 4規格的慢用線 充電快之餘 亦都可以出到漂亮畫面 雖然價錢一般都要200元以上 但就勝在哪裏都用到 不用再煩不適合規格的問題 你們平時買充電線又會怎樣選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分享給我們知道 我們好快會有新片和大家見面 記得Subscribe Price的Youtube Channel 再按旁邊的鐘 Bye Bye